刘诗诗的婚鞋,昆凌的婚鞋,谢娜的婚鞋,全都输给了她。 婚鞋应该是女人一生之中最有纪念意义的一双鞋了,很多娱乐明星婚礼很重视的婚礼所穿的婚鞋,接下来小编就来为大家旁点一下娱乐圈明星婚礼所穿的婚鞋。 怜心如与霍建华在巴黎岛举行婚礼。 刘诗诗的婚鞋,婚礼所穿的T自带水晶鞋高跟鞋是限量系列水晶鞋,这款高跟鞋同诗诗身上的婚纱搭配起来格调一致,散发出浓郁的古典风情。 谢娜的婚鞋,娜娜的水晶婚鞋竟然是来自蔡康勇亲手设计的哦! 鞋子上的N加J代表奈何鞋,从鞋款来看,还真是蛮漂亮的,蔡康勇果然是多才多艺。 昆灵的婚鞋,搭配婚纱的婚鞋,选了要价6万多元的GZD白色水酸鱼口鞋。 DSEP Zanotti Design这个品牌的高跟鞋也同样继承了设计师的潮流风格,每款高跟鞋轻易凸显强烈的个人时尚性感风格。 BABY与黄晓明的良意婚礼的婚鞋同样吸睛,安娇了BABY所选的品牌限量定制系列的高跟鞋,高跟鞋以品牌的经典肩头鞋款,铺上约7000颗闪烁璀璨的湿华洛士奇水晶。 BABY的婚鞋,鞋头坠46颗剧情水晶石,以令人惊艳的药木奢华,让童话故事中的玻璃鞋,真是渲染。 全都输给了他。 你觉得谁的婚鞋更好看,更有意义呢? ANGELA BABY本名洋影 ANGELA BABY这个名字由她的英文名ANGELA和BABY混合而成 因为她的同学都觉得ANGELA这个名字难读,加上她有婴儿肥,BABY fat,所以都叫BABY。 不过这个名字曾受到浙江都是快报读者的质疑,称建议中国媒体在报道ANGELA BABY相关消息的时候,最好被注上。 她的中文名,事件玄机引发大量讨论。 根据现在的使用情况,中国大陆官媒人民日报,新华社使用中文名洋影,其他媒体使用英文名。 而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负责人表示,报刊,电视台,电台对外文词汇要使用中文依法,不能直接出现英文。 但对娱乐新闻则没有硬性规定。 令巨人新闻出版总署下发的通知,报刊,图书,音像制品和电子书,忘记网络等各类出版物,禁止随意出现夹带使用英文单词或字母缩写等外国语言文字。 考来源